好来看到花莲老家协会老大人玩具工厂送爱到偏乡小学 那么迈入了第十一个年头了 姜牧籍、二手以及没有拆封的玩具 透过老大人们的巧手来整理跟清洁 敢在圣诞节的前夕送到寿风乡智学国小 让小朋友们度过快乐的圣诞节 也感受到社区长辈的关怀 拉近彼此的距离 花莲市北宾社区据点十多位老大人 带着七八箱玩具到寿风乡智学国小 许同以精彩歌舞表演热烈欢迎长者们丽临 为了让完好的旧玩具再有个家 社团法人花莲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的一群老大人 专门将目击到的旧玩具整理修复 然后再送到偏乡学校分送 活动迈入第十一年 小朋友带着好奇的心情排队挑玩具 不要丢掉 你就跟着那个超商的那个店员说 请给我爱心码5577就是老家行为 什么叫5577 第1个55 第1个55就是我 第2个55就是不 7放弃 第2个7是名字 放弃别人放弃 就是老家行为在花莲特别针对别人放弃的 很多长辈说他讲自杀我不相信 我说找我就好 老家行为帮助人 透过便当、经济辅助、物资货放 来做整个性的服务 服务77 这样懂吗 大家可以考这一题 爱心码是多少 我就不要再讲这样知道了 那老家自诩什么 我们自诩就是后山边的户篮 那我们提供了很多送餐、就医、金服、资源组件 那这些长辈最可爱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服务的 带一些玩具 来给这边国小的小朋友 让他们有一些喜欢的 来选择 我们这些 福气站的老人们也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借此来 见见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 喜欢 喜悦 那我们老人家也会感觉很舒畅 这是一个对老人家跟小孩都很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活动,让学童了解社会有许多需要帮助的独居及落实长辈 老大人们表示,让孩子开心他们也觉得很棒 拉近彼此的光怀与爱心的距离 执行长蔡志全表示 希望这些具玩具在老大人的巧手后 再次被有缘人增长 让资源能够循环共享 达到乐活老人做公益 公益老人更乐活的目的 记者长帮演说风箱报导